后疫情时代成为世界公民 五个维度是什么 过去30年是全球化的时代 尽管充满着矛盾和冲突 但各国基本遵从着和平发展的主旋律 整体向好的趋势在发展 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 给全球带来了各方面强烈的冲击 很可惜人类没有表现出精诚团结 而是迥异的撕裂 可以预见 随着全球气候破坏和国际格局的突变 将来可能有更多的黑天鹅事件 或者是更加离谱离奇的大戏上演 人们信念上的洛亚方舟在哪里 我们的全球身份规划又该如何着手 来布局 移民的理由 每个家庭的需求不同 在做移民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需要什么 为什么 不要盲目跟风 从而陷入各种各样的坑 最后可能拿到的不一定是自己需要的 一般来说 人们考虑移民身份有这么其他因素 一是位于子女教育 对吧 不想 希望自己的这个小孩 一个到两个小孩 对吧 现在他的小孩也不太多 这个 能够全球化 接受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教育 对吧 所以对于很多的孩子 年龄还小的家长选择留学的时候 也应该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拿个身份 陪伴的孩子身边 如何平衡孩子出国留学和家庭事业的这个平衡 长期综合的规划才能得出最优解 所以第一是子女教育 第二生活环境 这个涵盖了生活中的很多因素 空气质量 食品安全 高房价 996 很多人是为了逃离 但很多人也意识到生活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没有必要 因为出生在某一个地方 就要一辈子在那里生活 很多年轻人选择离开生活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城市 到一线城市去打拼 为的是追求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而全球化的今天 可以让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 聪明的人早已经拿到了地理套利的小旗 做一名妥妥的世界公民 想要改变生活环境 或为生活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选择真的很多 最优方案就是 Go where you are treated best 去你认为能让你最好的地方 三 资产安全 这是欧美人比较关注的因素 历史上很多事件 财产没收 货币贬值都证明了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不好的 不是最好的选择 就像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在银行里 甚至是一家银行里 也是不安全的 所以如何通过多种工具 规划分散我们的资产 是中产以上家庭的重要功课 第四 税务规划 这也是欧美人 在进行身份规划的时候的首要需求 因为欧美拥有成熟的税务制度 以及高额的税率 如果不好好的规划 几乎一半的收入都要拱手交出 而我们的税率虽然也不低 但制度直到近几年才越来越完善 以后也会越来越严格 这导致我们在税务规划上 有些后知后觉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CRS这个词 而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征税的国家 对于那些已经有海外收入 海外资产 或者经常从事海外投资的人来讲 其实并不友好 拿到移民身份以后还必须及时做好规划税务身份 排名前十的国家就是什么欧美呀 加上马兰西亚 日本啊 韩国 新加坡 他们基本都能免签160个国家以上 对吧 但是这次疫情 各国都纷纷封锁我们 所以也让这些国家的人意识到 即使拥有含金量最高的护照 也不一定 也一样不自由 这样的黑天鹅事件让我们更加坚信 多拿几个小本子的必要性 所以特别是那些经常全球跑的人 对吧 玩数字游民 对吧 跨国生意的企业家是最需要的 大伙都应该了解移民不仅仅是移民而已 它涵盖了教育规划 就业规划 税务规划 资产规划 出行自由 以及生活方式规划 最近的疫情经常会有人在问我们 我们大天朝现在最安全了 还需要移民吗 问这个问题的人 是不是还停留在不了解自己的需求 下跟风的阶段 以上提到的任何一种 都是长期生活的人生规划 并不会被短暂的黑天鹅事件所影响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希望大伙可以去思考 和发掘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最大化的进行地理和生活的套利 都能做到Smart Life Planning 那我们接下来剖析一下 海外身份规划的五个维度 首先第一 拥有第二本护照 或者是第二个居民身份 护照代表的就是保障和自由 那么我们如果拥有了第二个小本子 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的 但在欧美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已经非常普遍了 因为历史证明资金放在一个篮子里 肯定是不安全的 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拿小本子 是为了免签国 可以更自由的做世界公民 对在全球各地做生意的人来讲 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居民身份 给生活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自由 人们常常有一种默认的思维模式 就会认为自己生活在某个地方 就一定要待在那里 对吧 那我们也 你所现在的地方可能是最适合你的 但这种最适合应该是选择出来的 而不是默认的 对吧 其次拥有一个第二个 拥有第二个税务居民的身份 先说一个知识点 我们国家是征税国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 那所以我们要拥有第二个税务 税务的什么 税务的居民身份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吧 在CRS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轻松的转换 对吧 那第三 开立 开设海外账户 也就是让我们的资产配置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手上的这个 现金呢 或者是我们的资产呢 它能够实现 币种的多样化 对吧 也是为了风散风险 那第四 设立立案公司 对于创意家和企业家来讲 公司的设立 及公司税务的规划至关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出海 就需要根据业务范围税务制度 来规划不同地区的公司设立 有些是做跨境国际业务的 都不止一到两家公司 为的就是最大化的规避 法律及税务风险 增强业务的便捷性 如果是一些IT的初创企业 很多国家更是提供超级多的优惠政策 来吸引人才 第五 地理套利 很多人只听说在炒股的时候 有套利的操作 地理套利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物价更低 税收更低的地方 去生活消费 充分利用地理上的差异优势 比如说我们赚着一线城市的钱 在二三线城市去消费 对吧 那么 所以来讲的话 比如马来西亚 很多欧美人也是赚着美元 然后在东南亚生活 别墅家用人是标配 再比如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他们的医疗条件 其实是全球领先的 在那里做高端体检 也是非常好 对吧 价格比国内 或者是比国内美丽的多 然后他的这个服务 这个这个这个医疗设施 也不差美国 对吧 海外保险 其实也是一种地理套利 我们身边的这个也是 例子 也是数不胜数 就算我们 就看我们够不够 聪明和细心 最大化的利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好的 以上是关于做世界公民的五个维度 我们最好的不是默认的 而是选择出来的 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对成为世界公民 有更多的需要咨询了解 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我是加拿美 诸葛的老家梅子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直播频道 谢谢